最近尖對韓國儒跟蔡英文的民調 如果像都是蔡英文贏民 不過今天 食材比較偏拿的這個 臺灣經濟力論壇 所公佈的最新的民調 韓國儒是少贏蔡英文0.6% 如果是過臺民加入到政局 就變蔡英文贏了 另外另外的政黨支持 是國民黨贏民進黨 將近9.8分點 理工理工 總統台選 代表力贏蔡英文 代表如果贏蔡英文 還加上白色流量的過關王結名 到底誰會去世共 比因為是食材偏拿的 由臺灣經濟力論壇公佈民調結果 那是國民黨贏蔡英文 如果這樣剩蔡英文三人對貫 就由蔡英文贏蔡英文1% 就算國民黨沒有贏蔡英文 最后贏 也是剩蔡英文 政治的專家都一致的看法 但是另外一份民調跟過臺民 換作刮文典對我剩下 結果韓國瑜贏蔡英文 不管是三角度還是四角度 都是韓國瑜跟蔡英文真盛的局面 柯文哲和韓國瑜 和這個郭台銘大概就是被棄保的份 對美前一天 另外一份民調結果 那是蔡英文的支持度 那是韓國瑜5% 望路媒體公佈民調 蔡英文是幾出6% 好像像環南民調機構的調查 有一點點落差 在區域立委的政黨 支持度於國民黨34.3% 那是民進黨25.4% 最近有分裂的時代力量 也輸過分裂的台灣民眾黨 明年的國會第三勢力是不是換人做 民調當作參考 但是努力才能換出選民的民黨